不一樣是因為我們身體的免疫 它的那個部位不同 如果是在鼻黏膜 比較容易造成一些反應 它就會造成是鼻過敏 那如果是它侵犯到 比較像是下面的呼吸道 它就會造成一些氣喘 那我們中文講是哮喘 因為它的呼吸會有一些阻礙 會有一些聲音 然後尤其是在半夜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造成 造成那種呼吸道的阻塞 那如果是它侵犯到我們皮膚 皮膚的一些表皮啊 它真皮層的時候呢 它就會燒妝 所以它的位置是不一樣 它是OK的 但是它就會很容易氣喘 但是這三種常常會並肩 不能說你沒有辦法說 絕對的就把它分開 有些像鼻子過敏 它如果時間久 它可能會誘發它的氣喘 因為整個誘發免疫之後 它就會不穩定 對 那時日比較久的 會比較容易會意外性皮膚 如果是在鼻子的話 我們一般就會用那個 比較開鼻翹的藥 因為我們講 那個鼻 那個肺開翹於鼻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會 宣肺的藥比較多 對 那如果是氣喘的時候呢 我們認為它比較有一些 水質痰疑 激在這個 這個肺部的地方 我們講肺為 那個水質上緣 所以我們可能會畫這些痰疑 那如果是意外性皮膚炎的話 它其實很多表現是 因為它腸胃道有一些不舒服 然後我們會調理脾胃 讓脾胃的那個功能恢復 然後使得脾胃的精英 可以往肺部送 那因為肺的功能可以通調水道 然後可以讓脾毛得到一些滋潤 所以它還是有些不同 它的溫度變化會比較不同 而且如果它是真的有像 細菌病毒的影響的時候呢 這個小朋友 它會跟平常比較不一樣 它會比較躁動 因為它可能身體已經有一點發燒 但是它因為它 我們都會講 症型在對抗 在對峙的時候呢 它也許沒有那麼高燒 然後它可能會異常的流汗 這種天氣它也會流汗 感覺很奇怪 這麼能還會流汗 事實上它其實就是疲倫 它就有點發燒 但是小小孩在兩三歲 他不會講他喉嚨通 他可能就會哭 或是它食慾突然變得很差 本來三餐都吃得下 就有一餐吃不下 就影響到腸味道 這跟過敏的情形就不太一樣